2019很快就要来了,提醒自己,人生,不可能一帆风水,生活,不可能事事顺心,感情,不可能没有矛盾,缘分,不可能永远伴随,有时候,我真想喝醉一回,因为太多的无奈,就是想大哭一场,因为心里憋屈,放下压力,才能有更多动力,放下烦恼,才能把快乐迎来, 放下抱怨,才能让心情乐观,有时候,明明自己心里有很多话要说,却不知道怎样表达,很想放纵自己,希望自己彻彻底的醉一次,什么是所谓的放下,忘记,不是生气,而是不离,不是抱怨,而是改变,不是委屈,而是饶恕,不是演戏,而是宽心,有时候,就是想封边一回, 因为情绪低落,就是想宣泄一下,因为心情不爽,当你被人伤害时,当你与人争执时,当你受到委屈时,告诉自己,该放就放,该放就往,不叫真琐事,不在乎留言,珍惜对你好的,珍惜正拥有的,失去的, 不要留恋,拥有的,别伤害,有时候,莫名的心情不好,不想和任何人说话,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发呆,你要相信,这个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,没有熬不过的难,总有一天,会得到满意的答案, 有时候,突然觉得心情烦躁,看什么都觉得不舒服,心里闷得发慌,拼命想寻找一个出口,有时候,突然很想哭,却难过的哭不出来,夜深人静的时候,突然觉得寂寞深入骨髓, 活着,别斤斤计较,别在乎太多,总背着烦恼,不累吗,总揭开伤疤,不痛吗,与其没完没了的抱怨,与其勾心都搅得伤气,不如罢了吧,放了吧,算了吧,人生无常,别计较太多,不讲道理的人,咋别大力,不怀好意的人,咋别靠近, 2019,我要做好我自己,好好生活,不论有没有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